大家好,我是雷扬,祝英王体育的朋友们红红佛佛都能够在英王体验精彩人生。 科特迪瓦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。 2.瓦拉内昨天告别黄马,弗洛伦蒂诺显得非常严肃。 3.巴萨与皮克·阿尔巴·布斯克茨和罗贝托会面商谈匠心。 阿斯豹 1.头脑中响着金牌。 达尼奥尔默今天将带领西班牙奥运队与科特迪瓦奥运队交手。 双方的胜者将晋级半决赛,明格萨商欲付出。 但赛巴略斯还无法出场。 2.法官裁定欧足连暂时不许对欧超联赛的球队有所制裁。 3.黄马维签下阿拉巴给了球员1770万欧元。 中间仍收到520万欧元,球员的父亲则是630万欧元。 4.贝尔和特里皮尔在合同到期前都不会占据非欧盟席位。 5.巴萨希望罗贝托阿尔巴、皮克和布斯克瓷降薪40%。 世界体育报 1.格列兹曼状态不错。 格列兹曼在巴萨的训练中展现出了很高的水平。 他的态度和身体状态都让人感到惊讶。 2.阿归罗提前报道,他在巴萨体育城进行了训练。 3.梅西与苏亚雷斯和法布雷加斯一起在伊比萨度假。 4.法官裁定欧足联暂时不许对欧超联赛的球队有所制裁。 4.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。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。 谢谢。 Thank you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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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